行人过马路没有走板马线或者是行人走在板马线上 汽机车没有礼让行人 从9月1号开始将进行劝导一个月 未来执法后最高可开罚3600元 9月1号上班时间市长林志坚跟警察局长邓学新 以及交通处长倪孟荣等人在东门圆环进行汽机车路口 礼让行人的视察工程 政策上路的第一天 现场观察许多驾驶都还未有礼让行人的观念 现场现在看起来状况 民众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法令相关规定 还并不熟悉 所以在这一个月我们会透过各大交通路口 透过我们警察局的同仁 给予持续的一个劝导 那我们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 尤其是汽机车的驾驶人 举凡你经过了有这个斑马线行川线 或者是交通耗制的地方 一定要依相关规定来行驶 我们要将这个路权 优先权 离让给行人 那我们也要提醒所有的行人的朋友 在通过这个斑马线的时候呢 请大家 大家穿越马路的时候 请大家务必要走这个斑马线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汽机车不停让行人最高罚3600元 车辆转向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 最高罚5400元 汽机车闯红灯可以罚1800到5400元 红灯右转可罚600到1800元 行人未依标志或指挥穿越道路 或未依规定行走行人穿越道可罚300元 第一个取离重点是 汽机车不理让行人通行 也就是说你汽机车行经 行人穿越道前面三公尺就要停下来 让行人优先通过 这个是第一个取离的重点 第二个转弯车辆不理让行人通行 转弯的时候也是一样 你要等行人安全通过之后你再行 第三点 闯红灯以及红灯右转 那这个是一个严重的违规 都要开罚1800到5400块的罚缓 那第四点就针对行人的部分 行人你一定要穿越马路 一定要行走行人穿越道 那另外最后一点就是 你要依照号制标线标志的指示来行进 交通处表示根据交通部提供的资料 全国近年行人车祸死亡人数攀升 去年达到458人 其中交叉路口行人事故是209人 分析事故的噪音 以车辆未注意车前状况 抢阅行人穿越道 行人未依规定行走行穿线 地下道天桥而穿越道路为前三噪音 汽机车的车辆驾驶人 行进入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 看左右有无来车 尤其是行人 那你看到行人穿越道上有行人的时候 那一定要停下来 让行人优先通行 如果你车辆是在起步的时候 那你要看你的前方有没有行人 那一定要让跟停 让行人穿越之后 车辆才能够启动 再来就是你的车辆在转弯的时候 不然是左转还是右转 不管有没有行人穿越道 只是遇到行人都一定要停下来 让行人优先来通行 那汽机车在行人穿越道上呢 有看到行人一定要停下来 当然行人在穿越路口的时候 也一定要依照标志标签 号制设置规则 里面所规定的标签来通行 呼吁驾驶朋友 汽机车行驶到路口时 确实坐到慢 看 停 里让行人优先通行 行人也要依规定 行走行人穿越道 遵循耗制 尽速通过路口 凯博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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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